目前日本新增的确诊病例迅速增加 日本企业纷纷的寄出在家远距上班 包括了手机大厂NTT旗下的20万名的员工 不需要强制去上班 另外 雅虎也要求员工了错开上班的时间 也避开召开百人以上的大型会议 武汉肺炎在日本境内快速扩散 远距上班成了日本各大企业为防疫寄出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 手机大厂NTT集团宣布 17号开始20万名员工远距离上班 而且还要陆续召回上海和北京总部的日本员工 大型出版商脚川旗下负责网络动画服务 The Wango则下令约千名员工全在家上班 17号到21号一律不需要进公司 其实武汉肺炎爆发后第一时间 日本GMO的Internet在1月底 公司约九成员工相当四千人早已实施在家上班措施 日本雅虎则要求员工不要参加百人以上聚会 同时避开上班的尖峰时间减少接触 成为大陆以外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 日本企业全力配合防疫 实际采取措施的产业又以IT企业比例最高 居五天在家上班后 紧接着就是连续三天假期 是否延长远距上班将是疫情的状况而定 东西才经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